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 在这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出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文明规则 我能考考你吗 可以 刚才你说 两个特别行政区都是哪 脱口而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吗 对啊 四个直辖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这多简单 五个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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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说慢一点 你说慢点 能说上来啊 内蒙古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你看 我都哪个字 鼓掌 我说的太多了 真是 别道题 五十六个民族 来 来 各位鼓掌 让他说五十六个民族 来来来来来 五十六个 来 五十六个 我一中国人都应该是 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包括 回族藏族蒙古族 几个了 三 这不就三个了吗 还差五三个了 别急 别急 五十六个民族 回族藏族蒙古族 汉族苗族土家族 布宜族朝鲜族 宜族壮族哈尼族 厄伦春厄温克 物资别克俄罗斯 基诺族洛巴族 门巴族赫德族 独隆族 河安族保安族与布族 塔塔尔塔基克 达沃尔哈萨克利宿族 高山族东乡族 拉户族 景波族 纳西族 布朗族 沙拉族 哥老族 穆老族 西波族 阿昌族 满族 洞族 普米族 瑶族 白族 茅南族 歹族 黎族 瓦族 舍族 水族 吐族 鲁族 金族 枪族 克尔克兹 维吾尔族 好好好 这都说上来了 五十六个嘛 知道的还真不少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最起码要具备的知识 那是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 都值得相声演员 好好学习 这方言也得学习 那是啊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 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 站台上 唱歌 唱戏曲 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 来演绎的 今天我就借着机会 给大家学唱一首 比较难学的 闽南语歌曲 爱拼才会赢 先鼓掌后欣赏 来了 我唱得特别好 这一期心 这一年晚谈 这一路不敏灯 那同时期失望 跪了最茫茫 我问不可以情趣的草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往后撤了一步 怎么了 因为他不撤 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你提这个干嘛 干嘛呀你 你到那我唱这歌 你干嘛呀 不是你不说比较难吗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你刚才说的 我没说这难 我没说这难 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 用广东话唱的 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弄发过手 死的家对手 带出万能预解背后 重新拉扎其中关系 不当真是太耐狗 粤语歌曲 真的爱你 不好意思啦 会唱 蒙古语的吉祥三宝 你就唱不上来了 用蒙古话唱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九连团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新疆的亚和西 什么亚和西 葬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西哥拉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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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哥里妈妈拉扎 发炸 嘿 哈哈哈哈 会唱 会唱 今天来了 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 不是啊 这个 你一个 你难不住啊 俄罗斯的卡丘上 能思维的你啊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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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高 阿里阿里阿里 意大利语 美丽语 北京语 我叫 牙语 手语 我咬你 咬 咬我吗 你像话吗 怎么啦 您那都是放言歌曲吗 这不全是外语吗 啊 是啊 全是外语 是啊 是啊 你敢说这些外语 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他怎么能说啊 别看大家伙欢迎 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 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 接下来我再说一首 著名的方言歌曲 保证你唱不上来 你可以说 家喻户晓的呀 哪一首啊 周杰棍的双杰伦 对了 那歌不好唱 特别难唱 有烽火轮吗 烽火轮干嘛呀 啊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 还方言歌曲 普通话演唱的 一唱出来这样 快收拾双杰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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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别动了 江南别动了 别动 危险 危险 别动 别动 好家伙 这劲儿使大点肚子甩后去了 哎 这怎么说话呢 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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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改了 改成怎么了 改成东北方言的双杰棍 东北方言 你听过吗 你会唱吗 当然会唱了 用东北话演绎出来 带有黑土地的特色 那演绎出来 干啥的干啥的 快使用双戒棍 那咋的 干啥的干啥的 快使用双戒棍 那咋的 干啥的呀 咋的呀 你咋的呀 不咋的 没听过 这有意思吗 有意思 我不光会这个 还会哪呢 我还会四川版本双戒棍 四川方言 四川话唱出来 不能像东北话 干啥的 不能出这个声 四川怎么说的 它的音问下走 往下 它得形容出来是 是 那双戒棍呢 双戒棍 还滚棍 你分开评 没意思 练起来尚有意思 你应该来了 四川版本双戒棍 听一听 那双戒棍 双戒棍 双戒棍 有意思吗 太有意思了 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 北京版本的双戒棍 你们本人北京人嘛 当然了 北京人说话耳化音 对对对 所以第一句行动出来是 得是 怎么尝 怎么尝 我不服气的意思 快不尝快 那尝 麻铃的 麻铃的 我配上一动作 大家一看 眼型的一北京小伙子 你敢来了 麻铃的麻铃使用 双鸡棍怎么尝 怎么尝 麻铃的麻铃使用 双鸡棍怎么尝 怎么尝 麻铃的 好是好 太闹腾了 你说什么 太闹腾了 有安静的 哪的呀 上海版本双鸡棍 好上海方言 上海话 一形容出来 不能北京 北京人那个 怎么尝 东北干啥的 不能出这个 上海怎么说 温柔 好温了 好温了 好不好的意思 唱出来带有江南特色 你哪个学学 上海版本 上海版本 弄死用双鸡棍 好温了 好温了 弄死用双鸡棍 好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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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温柔吗 太温柔了 这温柔吗 看啥都得伤了 您要说我本人最喜欢的 哪的 河南版本双鸡棍 为什么呀 中原大地 鸿骨正韵 有道理 河南话唱出来 干啥呢 摇得摇得 不能出这声 那怎么说呢 大气 能下来 能下来 唱起来有意思 能下来 能下来 拿起双鸡棍 能下来 能下来 拿起双鸡棍 别唱了 赵岩和孙靖师徒两个人合作的树木寺是一段既简单又吃功力的段子 大家都知道越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越是难以表演 一句话就能够捅破的搞笑逻辑 面对着台下的观众必须时刻保持着演员的自信 这背后需要大量的练习与舞台上的磨练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赵岩与孙靖带来的树木寺 咱们中国人说话 离不开树木寺 你这话太绝对了 你说的是他们 我就能离开树木寺 谁都离不开树木寺 只要一注意 保证离开树木寺 赵老师 您这不是台杠吗 我这怎么台杠了 要不咱们在这现场表演一下 怎么表演吗 您从那边来 好 我从这边来 可以 咱俩见面一聊天 您这树木寺就出来了 那不可能 那咱开始 可以啊 那你从那边来 咱们开始 我要一注意啊 保证没树木寺 你看你保证也出得来 咱们试试 来 来嘞 哎呦 赵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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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不不不 雅语啊 没树木寺 有树木寺 他也说不出来啊 怎么了 你得正常说话 该怎么说怎么说 对 你得怎么 该怎么说怎么说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当个裁判 怎么 不出三分钟 我准叫赵老师 把树木寺给说出来 不可等 那再来 再来 再来 哎呦 赵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家里都挺好 好 你老爷子好 好 你老太太好 好 你也 好 你拍电报呢你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不是没树木字啊 正常说话 我有来言 你有去语 你的意思不就是 该怎么说怎么说吗 该怎么说怎么说 那也没树木 那就出来了 再来 再来 哎呦 赵老师 你好你好你好 家里都挺好的 那得看你问谁了 这就好办了 他们家好几口人呢 准能问出树木字来 赵老师 您老爷子身体好 老爷子好啊 老爷子今年多的岁数了 老爷子 都是茂蝶开外了 有道理有道理 不愧是艺术家 真有学问 八十九十 叫茂蝶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个老太太身体好 老太太也好 老太太今年多多岁数了 老太太都 古兮开外了 你爱人身体好 爱人也好 爱人今年多多岁数了 我说你怎么老问岁数了 这有数字啊 那也没有 你爱人比你大呀 还是比你小 比我小啊 比你小几岁 小不了几岁 小几年 小不了几年 小几个月 小不了几个月 小几个小时 小不了几个小时 这么说吧 到底小多的功夫 叫那个抽根烟的功夫 抽根烟呢 没数目根 真能对付 赵老师 你有孩子吗 有啊 几个 就 那个 独生子 独生子 您孩子今年多多岁数 他 比我小 我新鲜 肯定比你小 是 比你小几岁 我比他大几岁 他比我小几岁 他是工作呢 还是学习呢 上学呢 上学 上几年级 高中 高中几年级 明年毕业 哦 明年毕业 学习成绩怎么样 拔尖 考多少分 刚及格 刚及格叫拔尖啊 没数目字 什么算术这是 那你们家 他们家问不出数目字 不行了 赵老师 您在什么单位工作呀 我在中国广播艺术团 有团长吗 当然有了 几个证副都有 你们单位有电话吗 有啊 电话号码 他对外保密 没听说过 怎么着 他们电话还保密 我喉舌机关 电台嘛 不能随便说 赵老师 你们家住什么地方 住这个北京啊 太大了 具体位置 王府警 门牌号码 进口就到 你们住平房还是楼房 楼房 楼房就好办了 你们住楼房几层啊 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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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层门拍号码 厕所旁边 顶层闻着味儿就找了 赵老师您休息星期几啊 礼拜天的 礼拜天 我准备去拜访您去 欢迎欢迎 你看我什么时间去 何事 全天都行啊 具体时间 那就后半夜 没听说过 有后半夜串门着吧 没数字 你看我到您家 我是坐几路公交车 那你就打低吧 我不问了 同志们 怎么着 我认输了 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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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赵老师 谢谢 谢谢您鼓励 我请您喝酒 好好好 您是啤酒 白酒 您喝什么 我喝那个冒沫的 冒沫的 喜酒我这没有 怎么着 就是白酒 二锅头五粮液 您喝什么 我喝茅台 茅台 茅台 没数字 不是 茅台啊 度数太高 不高 高 不高 多少度 52度 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啊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北京时间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想看谁您做主 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 或者是想看到的作品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 在近期节目中为您安排播出 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APP搜索并关注我们的校东剧场 让我们每天开心 乐不停 在我们播放的节目当中啊 有关于三国内容的节目不在少数 像三国人物论啊 观地庙啊 一肚子三国啊 等等等等 表现方式大多是以传统段子为主 那今天我们要给您换换口味了 来上一段三国题材的评书 名字叫做三国张松献图 来自于陕西清曲社的相声演员王生啊 可以说是把这段故事演绎的事跌宕起伏 虎劳关三英战略部 第五回 张松献图 第六十回 您算一算 五十五回书 不到五分钟 直吧 我们爱好者就这样 张松 不如使命 敢请下这支令来到许都来 跟曹操修好 就证明这个人 胸藏锦绣 来自在许都 三天 真别说 够个使臣的模样 连曹操面都没见着 别说见面咳嗽都没听着一声 为什么呢 这张松啊 又觉得 一到许都 把这丙帖 往丞相府一递 丞相府这门关呢 一接这丙帖 看一眼张松 张松呢 一脸的热情恳切 这个门关一看 哦好 这丙帖在匣子里装着呢 把匣子打开 就一张丙帖啊 空空荡荡啊 再看一眼张松 什么意思 主多大 奴多大 宰相门前七品官啊 这几个门关 平宿里 手心朝上惯了 那远近使臣是多的 谁来见曹操 不得给他们几个仙 来俩 这就唯一看张松 哦 不打电打电我们 起来 站着吧 那位说这个 来许都的 不一定都是这久违唤历的 也有那个出出茅庐的 您指点指点他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可是这几位门关看着 张松就来气 为嘛 张松这模样 实在是不招人待见 原文写的 额绝头肩 什么意思 这脑袋关 顶上是尖的 这脑门是方的 跟那出地的绝头一样 额绝头肩 眼鼻齿了 这鼻子 是他鼻梁 这他鼻梁可能 往上这么卷了一点 鼻尖收尾上翘了一点 这嘴唇子往上带了一点 露出一点牙花子来 上面这截嘴唇带起来 露出牙花子来 下面为了保护 他往出秃了一点 您侧面看 有点地包天 这几个门关一看的 好人哪有长地包天的呀 这得是缺了得的 才这样啊 甭说这个门关看上的烟心 换您各位看上 都觉得真讨厌 拿现在话说 说向上只能斗根 彭根都不要他 为啥 破坏我们这个桌子的美感 个儿还不高 身高不足五尺 您琢磨琢磨 一地包天 身高不足五尺 往桌子后的一站 知道是彭根不知道 以为买了一盆奇特的花卉 模样不招人待见 往这一站 那几个门关一看 你站着吧 那位说呢 张松赶到许都来修好纳贡 连这点都不懂吧 懂 他为什么不给人递这门包呢 不打电打电呢 他心里都有自己的盘算 什么盘算 张松离开西川之时 亲手绘制了一张西川地形图 藏在自己的身上 这张图干嘛用的 张松看出来了 西川主刘章刘继欲 为人暗若无能 不是守土之事 说大了 为西川百姓求一个民主 说小了 给自己找一只高枝 好让自己的一身的能力 这一身五彩斑斓的羽毛 能扑朗朗 抖朗抖朗 得出胸中之大志 一盏府内的才华 他揣这图来了 就盘算好了 我要看一看 曹操曹蒙德 是不是如世人所传 李贤下誓 当年许又欺辱于他 他笑面相对 唾面自甘的人物 能不能够对 我也这样 他一到 这几个门关一看 他明白人家要门包 我就不给你 你把我怎么样吧 曹操还能不见过吗 真不见 魏妈 这饼铁得往上递 这几个门关 把这饼铁一拿着 在这搬房 一放 跟他一块来的 四十多个都递进去了 这个还在这儿呢 曹操见不着 这张饼铁怎么见你呀 张松站了两天了 真吓得取心呢 中午出去吃顿饭 下午再接着来 早上早早就来了 门口等着 这几个门关呢 两半倒 都商量好了 坚决不让他进去 张松是越战越有气 咱这书说的是第三天 早早的张松就来了 往这儿一站 平素呢 这几个门关开开了门 相府大门一开 洒草听出已毙 还有出来说的啊 就是丞相忙点 您稍后 还有这么一句 今儿连这句话就没有了 又来了 站着吧 张松站住了 往这儿一站两眼望天 张松这眉毛还有点特点 倒八字 望上这么一拧 眼睛望出这么一瞪 这么一弩 那腮帮的一鼓 那下嘴唇噗噗噗一颤 声气 前两天呢 跟他两个亲嘴 这俩亲嘴跟他站两天了 这天一看 我们别家还在这儿站着呢 您站会儿 我们往拿东去了 这俩上许都逛大街去了 换张松一个人站着 站着站着 打班房里出了一位 干嘛的 也是一位门官 谢了三天假了 咱们媳妇生孩子 生孩子来 打烙声道洗三 请了三天假 今天来上班 没见过张松 早上那点事忙完了 一问旁边同事的 这门口站这个是什么 他隔着外头 他隔着里头往外看 瞧不睁着 这外头这是谁的贡品 谁进贡的真奇异寿吗 这是 别闹别闹 四川来的 说是官拜别家 哎哟 锅不小呢 怎么让站那儿 你不知道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这是个柴头 什么都不懂 这位东西眼的 怎么 他媳妇是四川人 避祸来到的许多 俩人才结的婚 四川人 跟我媳妇是老仙啊 我问问 他溜溜的大处 来了到张松进前 张松更生气的 这位过来了 孙家 他挺客气 张松呢 一肚子气也没处撒的 干嘛 那书里写张松 声若红中 再加上他那个 他那嗓子 塞帮子又大 书行口又宽 阴语又广 这吊门就高点 干嘛 那个 您 打算见见我们丞相 啊 烦老给通病一声 您能不能小点事 啊 平生就这样 那什么 您看啊 您不小事啊 怎么讲 我们这大汤不中高的 二汤不中海的 跑坏上靴子得我们自个儿买 为您把腿溜溪了 嘴磨破了 您 您 啊 啊 要钱 不是要钱 不是为我要钱 这是为我们一肝胸的要钱 进门 这是成立 我现在身上没带的 我一时不变 不用 现在 您没带的好办 中午回去 下午再来带着 我把这事给您办了 哦 你乐意为我办的事 你看 我也是死穿人 是 人是死穿 老子是重新的 一江水 一家亲 别说这路话 那个 您下午来带点钱 成吗 既然这么说 我听你的 好嘞 那您别在这站着了 这会儿 您站也是白站 您回去 回去吧 好嘞 张宋扭头回去了 这位回班房 跟几位秧给 他说了 下午给咱们带点 这打点钱来 这个啊 您看我刚得一儿子 您各位就当帮我积德 把这冰铁呀 给他送进去 成吗 部长 站两天了 正眼都不瞧我们一眼 你知道他那个德行 那个模样 往那一站那个作品 四川来有什么了 到不起的 你说你是长安来的 我们高看你一眼 一个四川来的 呦 站那嘚嘚嘚嘚的 嘚嘚嘚啥 没他 不该 瞧瞧瞧 各位 晚上我请喝酒 晚上我请喝酒 成吗 那个 秧给半天 这几位同意了 仰看中午要下班 曹操又用午膳 这几位 把这冰铁找出来 由这位 给送进去 搁到第一张上 下午曹操 来自在办公房 打开 就能看 曹操在书房办公了 把这放好了 都安顿好 单等 张松来 等下午 用完了午膳 张松六六当 他真来了 这几位呢 在办公房 你就往外看着 能带钱来吗 就他那模样 他有钱吗 果不多是真来了 不光张松来后的 那俩亲子也跟着呢 一人抱一坛子 这坛子呀 要是清了 绝对没这模样 撇唇咧嘴 四脖子汗流声 抱个满怀 俩亲随一走一咧 就看这坛子 真有分量 张松前头背着手 快走快走快走 越走越近了 替张松求情 这位拿手 一直瞧见没有 瞧见没有 这是给咱们 拿的什么 坛子里装 蒜头金 金条子 他是不小事的吗 是你们没给人家 抬劲 瞧了没有 自己拎袍子 赶紧出去了 孙教来了 好好好 这给带的是 您不用带这么多 早上你说了 你是四川来的 我带了一坛的豆腐乳 一坛的泡菜 给你解一解 思乡之情 后面班方人几位 一听 蒜头金 金条子都在里头呢 那个 这我知您这情的 这 这 这个 这 啊 哎呦 我禁锢了 拿泡菜和豆腐乳了 我忘了这茬了 哎呀 那您干嘛来了 不不不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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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底仗不行 哪有拿这玩意底仗的 您这推不像话了 我都替您打点好了 不不不 你来把这些搁下 这家亲随把这家 谈子搁下了 一抹汗 哎呀 我天爷呀 太累了 说推沉了老爷 别说话 那个 呃 非得给钱吗 我跟您都说了 你拿钱来呀 无多有少的也成啊 哎 哎 你 你 你们俩 你们俩有钱吗 啊 我 我 我吧 这俩一对眼神 我 我 我 快点 这不当工夫吗 哎 哎 我们操操 我们操操 脸把兜底都翻出来了 凑了九个钱 老爷 这有九个钱 那就不少了 不少了 不少了 哎 您看 这个文官鼻子都气歪了 您打发要饭的呢 九个钱呢 我替您说吧 把这钱接到手细里头 回搬房了 往桌子上啪这么一摔 哎 哎 就这个了 这扳房里人牙子快乐掉了 哎呀 算都是金呢 金条子呢 就这 九个 嗯 有四个 有四个整的 俩黄沙板 俩水上飘 这还有一半 喇的 这钱怎么花呀 不是 就当积德 积德又不成 这是骂咱们的 拿咱们当要饭的了 这 再等会儿 这位又出来了 你不是 你真的没钱吗 你 你这多少 你再对付点 怎么着 今天我要能见着曹丞相 明儿早上 我给您送三百钱怎么样 三百钱 您还咬牙呢 还三百钱怎么样 三百钱在我们这 不够喝顿酒的 行 等会儿 这位转身又回去了 几位 几位说了 明儿一准 送三百钱 就当是我欠你们各位 这三百钱 我一分不沾 你们全分了 好吗 让他进去了 咱丙帖都送进去了 万一 这个丞相要看见丙帖 叫人人不在 咱不得当干系吗 成吧 进去吧 张宗一腰三百的 跟这门关进来了 丞相府 三进院 来自在书房 在书房以前 等着 别扛气了 等什么 等曹操来呀 曹操转屏风 来自在书案以前 拿起第一张文件 打开一看 一张冰帖 义州别嫁 张松张永年 义州可多年没进过宫啊 突然前使来见我 其中必有缘故来呀 刺客 刺客丞相 这一周别嫁 张松张永年 到了没有 门外后着呢 传 是 传一周别嫁 张松 一胆袍袖 正了正关 一撩关袍 屈身进书房 插手失礼 参见丞相 他掉门又高啊 他这一声参见丞相 曹操抬头一看 心头火起 说曹操以貌取人 没有 曹操想起一个人来 赤壁大战 献连环祭的庞统 就这个个头 也是尖刀顶 小山羊胡子 八字眉 不过那是薄嘴骗子 那是厚嘴骗子 曹操一剑心中不悦 心里或者说 既然是一周前使 前来纳贡修好 我先给你个下马威 你必是有求于我呀 我先威慑住你再说 你是一周别嫁张松 正是 你主刘继玉 连年不来进贡 何爷 为什么不来进贡 啊 丞相 我主 把贡品已然背齐 怎奈道路坎坷 盗匪频发 无法通路 不能进贡 我已扫平天下 何来盗匪呀 曹操非常的自负 天下不都盗平了 哪来的盗匪呀 张松一听 一抬眼皮 看一眼曹操 丞相 南 有孙权 北 有张鲁 西 有刘备 少者代价 十余万 何言太平啊 提出曹操三个对头来 其中俩是大对头 刘备 孙权 都在呢 怎么叫天下太平了 曹操一听这话 上上下下 打了打了 张松 如主 甜乳 尽许都 即尽此 言乎 你们主公派你来 许都就说这路话的吗 张松一听这话 斗火 派我干嘛来的 我主 前我尽许都 三百钱 一官 丞相尊荣 足矣 门外的门女一听 别把钱书说出来呀 不是 这这这怎么话说的 不 曹操一听 三百钱一官 丞相尊荣 一抬头 拿手一缕 自己的胡子 一抓抓 没抓着 怎么 割虚气袍吗 胡子已经割了 没长出来 三百钱一官 我的门官问人家 要钱了 这 想发作 有碍于丞相的身份 死死的盯了一眼 张松 转身 转屏风 回去了 回了后堂了 张松一看 曹操回去了 一阵袍袖 现在话 我带着西川地形图 我来找你来了 你就这么对我 非是代誓之礼 一回声 他也出来了 他一出来 那门口都堆了 孙家 你这是要门的脑袋呀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您怎么说话 哎呦 你们这四川 也是没人了 是怎么的 派您出来当使臣 您会当使臣吗 一句好话都不会说 您还当使臣呢 您把丞相记成那样 你能办成什么事啊 你这人 他这儿 鼠鼠啰啰 张松一听 斜眼看他一眼 哼 怎奈 我鼠中 无有产宁之人呢 这句话话音刚落 西郎以下 有人朗声道 属下无有产宁之人 我许多竟产宁之人 张松听声音 拢目光 定睛往乡下一桥 站出一个人来 细眉 长目 面如蒲粉 纯丝丹珠 望这儿一站 气宇轩昂 恶观搏带 微微欲树的相仿 张松仔细一看 哎呦 好模样啊 长得漂亮 真好看 尊家是 杨修 杨德祖 张松一听 哦 许多名士 哦 久仰久仰 杨修啊 杨修听见张松 说这句话 他不满意了 不渴我的心 什么叫 川中没有产宁之事啊 出来打断了张松 一见张松抱拳说 久仰久仰 伸手不打笑脸人呢 先生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请先生一步 一白手 让进自己的书房 办公室 来指在自己的书房 分宾主落座 杨修上上下下 看看张松 哎呀 这样人也出来当使节 怎么长成这么模样的 先生 从川中 从川中来 正式 川中 修久文明 未曾一涉 不知川中 风土如何 杨修什么意思 你既出了为始 对川中的环境 必得了解 我听一听 你怎么介绍川中 杨修先生 鼠为西郡 古号 一周 路 有锦江之险 地 连 剑阁之雄 往返二百八成 纵横三万余里 鸡鸣 全废相闻 市井 旅言不断 物腹民风 遂无水汗之忧 田匪地貌 是由管弦之月 所产之物 富极如山 天下 莫可及也 就这么几句话 杨修一听 精神为之一振 哎呀 张宗说四川 真是天府之国的景象啊 物腹民风 田匪地貌 管弦之夜 银耳 市井 屡言不断 这句话说的 十分的重疾 对张宗 就没有刚才那么敌对了 那敌一下了一点了 呃 先生 地灵必定人杰 不知道 蜀中 人物如何呀 先生 我蜀中 闻 有相如之父 吾有福波之才 亦有重景之能 颇有君平之隐 九流三教 朱子百家 朱胡其翠 拔活其类者 焉能尽数 不能生计呀 杨修一听 哎呦 你看提这几个人 司马向儒 福波将军 马源 文武奇才呀 张仲景 那更是医圣 哦 腰板拔直了 听先生这样讲话 那川中 刘继玉帐下 似如先生这样 人才 还有几位呀 张宋一听 好像我这样的 我主刘继玉帐下 文武双全 得志兼备 慷慨 忠义之士 数以百计 此松之辈 车载斗梁 不足论也 比我高的 好几百位呢 像我这样的 不论位 论错 车载斗梁 拿车拉 杨修一听 哎呀 词语 虽有 狂惶之计 内容含着些个谎话 但是 就算有三分坐实 蜀中人才 也是出奇的 杨修刚一游 张松一看 你没话了 你没话了 我来来吧 德祖先生 不知德祖先生 在朝廷 所认何之啊 您在朝廷 什么官 杨修一听 啊好好 张先生 修于丞相府 任意主部 丞相府的主部 君政前梁皆归 重要的人物 可是张松 给这里挖的有坑啊 您在朝廷 所认何之 我的丞相府 唯一主部 张松一听 哎呀 哎呀 杨修一听 你怎么没见过 这么大的官 怎么的 哎呀 先生为何惊叹 德祖先生 先生 生世代残英四世三公太位扬镳之子司空扬镇之孙 为何不立地策辅天子而屈居于相府为小利呢 这话太狠了 你爸爸是太位扬镳 你爷爷是司空扬镇 到你这辈怎么不在天子价前左官 反倒到长相府曹梦德的面前 当了一个小小的府令 您是主不 这是为什么 杨修一听面上一红 张先生 修年轻财博 居于丞相府中 丞相为以君政前良之大人 而且丞相智勇双全 修居于丞相之策 实有开发 我年轻 得财不备 在丞相府里的丞相 把君政前良大物都交给我了 让我来管着 对我非常的信任 再一个 曹丞相 智勇双全 我待他身边 时常的 还能开发开发我 对我有启发 嗯 张松一听 大鼻子里望出一横 嗯 不不不不不 非也非也非也 松 久居西蜀 也长听人言 曹梦德 闻不同孔梦之道 五不达 虽无至极 灌弄全树 施压全臣 乃亦草芒野 于先生 有何可开发之处 对你有什么可开发的 啊 杨秀一听 不不不不不 先生 此言差矣 我家丞相智勇足备 提笔长文 我等进阶传诵 也能说 我们不同孔梦 哎 得祖先生 此乃先生 居人言下 启实之言 不得不作 松 心感义 您这是为了 吃人一碗饭 说出来的软话 我明白 您别跟我来这套 杨秀是舌便之士 乐让张从里的句话 说的 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不是 那么大的杨秀 杨德祖改了捧根了 不是 你 来人 叫一声来人 自己也起声 带两个从人 来日在后堂 打开书棍 取出了一卷书 报这卷书 登登登登 来日在张松面前 往桌上一请 哗啦打开 张松低头一看 这是何物 请先生观看 张松低头一看 四个大字 孟德新书 张松心眼一动 斩卷而观 这卷书不到张松面前 欢子罢了 这卷书一到张松面前 张松这一回 尽许多县地图 不成到下回 孟德烧书是张松 县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